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5日,这是第三场下一论节目,来谈谈新的报道和评论。 一个是厦门机场现在出事,厦门机场是5月5号,11点50分,厦门机场T3后级楼,远机位,停车场一辆空载百度车, 碰撞了运机位玻璃幕墙,现场没有旅客受伤,但是大家受到了惊吓,事发后,厦门机场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 有关单位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目前厦门机场正常运营,未受影响,事发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这是刚刚看到的啊,机场可是大事啊,这是疯狂网的报道,应该是准确的啊,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关于这个,目前欧欧局势啊,那么,乌克兰呢,上一次是否认了啊, 也就是袭击这件和它有关,但是,俄罗斯不依不饶啊, 俄罗斯的,现在已经发出了这非常严厉的这个消息了啊, 我们来看看,这个和俄乌战争有关的,美国资议的报道啊, 他说呢,这个,有这么几个要点, 据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极有可能无法保护其庞大的铁路系统,免受破坏啊, 也就是现在这个,乌克兰搞不好要轰炸这个俄罗斯啊, 乌克兰在基辅上空击落了自己的故障无人机, 就乌克兰把自己的无人机给他记录了, 为什么就机器坏了啊,无人机出问题了, 乌克兰中泽林斯基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呼吁调查普京要追究他的战争罪, 还有俄罗斯指责美国策划了对克里姆林公的无人机袭击, 华盛顿否认,俄罗斯南部炼油厂遭无人机的袭击, 还有基辅奥德萨遭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现在无人机在战场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英国国防部将俄罗斯在乌克兰接壤地区的铁路事件, 最近有所上升归因与不明行为者的蓄意破坏, 应该讲就是乌克兰搞的, 对不对,说是在乌克兰接壤处的铁路, 俄罗斯在这里有接染,两国交界的地方, 英国国防部星期五在推特上说, 这些袭击机会可以肯定导致了俄罗斯军事铁路运输的短期局部中断, 因为它补给什么枪炮子弹的这些其他的资源都是靠铁路运输, 这个中断也挺麻烦, 英皇国防部说,俄罗斯铁路旅可以迅速回复铁路, 它都有铁道兵嘛, 说然而,俄罗斯的内部安全部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了, 估这头估这头, 他说很可能冷战无法完全保护俄罗斯庞大而脆弱的铁路网站, 网络免受攻击, 与此同时, 乌克兰也出了事了, 周四晚上在基普斯中心, 在斯中心呢, 他自己发了一个无人机, 竟然出了故障了, 他就要击落了, 政府官员说这家叫贝拉科塔尔TB2无人机, 是敌方无人机, 但后来空军表示这家无人机是乌克兰自己的, 你看, 这信息挺混乱, 刚开始指责说俄罗斯的其实不是, 说乌克兰军方在一个声明中讲, 无人机在空中不受控制的存在, 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无人机被击落以后, 没有任何人受到受伤, 这是一条消息, 说星期四早些时候, 乌克兰总统斯科林基还表示, 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最终会因为入侵乌克兰, 而面临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 这个在昨天媒体都已经热吵了, 也就是斯林斯基斯海牙国际法庭发表演讲了,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罪行导致了所有的罪行, 他说这就是侵略罪, 它是战争的开端, 罪恶的开端, 是主要罪行, 对这些罪行应当追究责任, 他说在这之前是国际行政法庭是抓住了普京的把柄, 是涉嫌将乌克兰儿童驱逐和移送到俄罗斯战争罪指控, 移送到俄罗斯这个战争罪, 指控对普京发出逮捕类, 斯林斯基斯海牙讲, 普京应在这座国际法制度因这些犯罪而被派行, 他说,而且我们相信当我们获胜时, 我们会看到它发生, 我们会胜利的, 昨天我讲了, 你只有打败了才能胜败, 所以普京不在乎, 普京不讲了吗, 还威胁那些法官, 说国际行政法庭不起诉, 区内战争罪, 区内战争你不能起诉, 但斯林斯基呼吁成一个全面的法庭来起诉这些罪行, 这是美国之音刚刚看到, 因为它是大牌媒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有些媒体应该讲, 虽然有很多消息热闹, 但是并不是什么准确的, 未必准确, 另外在看到凤凰网刚刚发的消息, 就是拉夫罗夫已经站出来吓唬, 这个责任司机了, 拉夫罗夫是5月5号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呢, 莫斯科将对无人机袭击克林民用事件采取措施了, 采取行动, 拉夫罗夫说这显然是一种敌对行为, 现在开始要追究这个责任, 而且要采取相反的措施, 那么到底什么措施他没讲啊, 他原话是这样讲的, 几乎的恐怖分子不可能未经主人许可就擅自行事, 这显然是敌对行动, 拉夫罗夫讲, 这很清楚, 我们不会以谈论是否是宣战理由来回应, 而是报复以具体行动, 意思咱们不打嘴皮了, 下个步就开干, 虽然他要开干什么怎么干, 说我们有很大的耐心, 他讲了一句言语, 俄罗斯有个言语叫什么, 俄罗斯人嫁缘很慢, 就是驾马啊, 驾马车很慢啊, 但一旦驾起来, 跑起来就会很快, 说是吓唬这个资利斯基, 拉夫罗夫表示, 基辅和华盛顿否认与袭击克里姆林事件有关, 并不意味着确实如此, 他这样讲的, 那么克里姆林公早些时候发布消息昌, 5月3号凌晨, 基辅政权试图用无人机对俄总统普京的官邸进行打击, 两架无人机被破坏了, 没有人上网, 也没造成财产损失啊,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呢, 普京当天不在克里姆林公, 现在外界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种说它是自刀自演的, 一种说法是美国干, 美国操控乌克兰干的, 一种说是境内的, 俄罗斯境内的反对派, 所以因为你看希特勒当年不就是那么多反对派, 爱撒他的事故一起建立起啊, 其中有一起扔炸弹, 如果不是这个能发生意外的话, 就把这个希特勒就炸死了啊, 随时到了, 现在很难讲了啊, 这是今天一个这么讲的, 到目前为止啊, 我看到了很多消息啊, 有一些它都不靠谱, 有些是热闹, 热闹我们不能编造啊, 本人这个平台是个很严肃的这样有媒体, 偶尔就是给你们加点文学描写, 要不忽悠忽悠悠谁看是不是啊, 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很认真的啊, 那么而且凤凰王今天已经讲了, 和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啊, 说瓦格纳部队将在5月10号离开巴赫姆特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们点开看看, 其实也就两行字吧, 说当地时间5月5号, 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创始人, 就叫普里格金, 他说的啊, 他说由于啊, 缺乏弹药, 瓦格纳部队啊, 可能马上就要离开这个, 这个啊, 在时间都定了, 5月10号就离开巴赫姆特了, 离开以后呢, 他把这个权力都交给谁呢, 国防部的这个所属的部队啊, 你自己玩吧普京啊, 其实就是和普京翻脸了的, 哥们白白了,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就打不下去了, 他在, 他根本没有枪炮子弹啊, 他不是说不给这个, 我估计可能是, 一个是他有矛盾, 另外他对这个瓦格纳也是防一手, 另外一个可能的确是坐进建州了啊, 实在是脑中羞涩了, 也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另一条消息啊, 也就现在这个, 美国之音呢, 这个刚刚发布的消息啊, 我们来看看这消息的讲什么, 他说这个, 一血长笛啊, 人民币逐渐的, 然后突然的撼动美元, 就是中共要挣老大啊, 在这货币体系要改变, 想办法摆脱美元啊, 这个美国之音报道了, 他说尽管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排名, 远在其他货币之后, 但近年来有关, 其是否取代美元的讨论, 一直是地缘政治中热门的话题, 中国官媒最新数据显示, 这三月份就跨境交易的人民币收支的金额呢, 第一次超过美元了, 这的确是有些启示的啊, 中国的官方数字, 成为中国跨境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被认为是什么, 中国撼动美元地位的一个里程碑啊, 说无论是外汇储备构成, 还是作为支付货币, 这与中国主权货币的占比仅超过2%, 根本不成量, 才2%, 甚至不足日元的一半, 而美元地位冷然是坚入磐石, 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跟美国这种老大, 这个是可以难以想象的, 因为你们这个货币都有信, 对不对, 尽管如此, 说最近的一期的世界, 冷然领一些人事担忧啊, 人民币蓄泄, 一泄, 就说蚂蚁的意义啊, 一个站一个洞一洞慢慢来, 最终会崩溃美元的千里长跌, 他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美元在提要警惕, 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个他采访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政理学教授叫格雷格尔金, 在谈到最近人民币跨境交易, 第一次超过美元时, 他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在努力增加人民币的使用, 而且呢, 我们看到其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使用人民币, 确实是有些国家开始使用了, 说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合法性, 可信度越来越高, 对其信心也越来越强啊, 他说从以人民币买石油到俄罗斯和巴西的交易, 人民币国际化近代好事连连, 上星期阿根廷政府也宣布了, 将停止使用美元来支付从中国进口商品, 昨儿用人民币结算了, 这习民一听, 梦里笑得笑出了神, 说是在另一方面, 美元的前景令人感到担心, 彭博社的报道讲, 美元正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地位, 01年, 美元以其无可争议的霸权储备, 占全球储备的73%呢, 就在这胡温那个时代的时候, 对吧, 而今天是58%呀, 你看这个变化很大哈, 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市场份额, 22年遭到惊人崩溃, 报道援引欧洲, 欧利亚, 欧利益, 欧义, 援引了个欧利盛, 资本有限公司哈, 他由资本有限公司, 这个首席执行官, 詹德华, 叫史蒂芬詹, 这位前摩根史丹利货币专家, 解释美元指数相当于全球经济变化趋势的 美元微效理论的发明者和另一名货币专家撰文, 发展中国家少没有能力摆脱美元经济交易, 美元市场庞大, 流动性好, 不过这些并非一成不变, 他一直眼下戏兵, 助导下中共追不上, 但是不等以后追不上, 还在发展, 加州大学有伯克利分校经济学者叫, 巴黎, 五位学者在一篇颇具创意的有关人币的文章当中讲, 就历史比较而言, 今天的人币1950年和60年美元并无二致, 就中国的潜力比较大, 这里他就引用了, 还是引用月科大学这个教授的话, 他人们所依赖的很多有关人币国际化, 教育数据, 往往来自于环球银行间的金融通信协会, 但是呢, 该系统并没有涵盖所有交易, 所以有可能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使用量, 就人民币可能理论上是这样, 时间上更多, 这个意思, 比如在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 你知道, 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使用乳部和人民币, 那么你就难以纳入这SWIP系统, 就这个意思, 他说, 数字人民币的挑战来了, 胡福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斯坦福大学教授, 叫菲格森, 最近在彭博社撰文, 他说美元慢慢取代英镑的另一个原因是, 当时美国的金融技术优于英国, 而今天呢, 历史重演了, 中国开创了, 比我们在西方拥有的任何规模都大得多的在线支付平台, 你看支付宝, 对不对, 还有微信支付, 中共在这方面全是跨越啊, 发展很快, 自2024月开启, 从10点以来, 中国数字人民币实现了发工资, 公共付缴费, 发放贷款, 跨境支付, 多个场景的应用啊, 因为他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嘛, 他是专政权, 领导一句话, 高效组织能力强, 动力能力强啊, 他确实, 这个是他的优势, 说约克大学这个中国专家讲, 他说中国, 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如果这些国家发现, 使用数字人民币可以高效, 顺利的处理他们的业务, 没有什么风险, 那么将他们部分的业务就转入到数字人民币, 可以说是叫顺利成长啊, 他就反观美国, 美国就目前说不仅数字美元遥遥无期, 就美国在这儿落后了, 而且呢, 美国科技大国地理也皆不对称, 美国的银行支付方式还在大量的信仰什么的, 传统方式, 就美国现在落了一步了, 在这方面啊, 说美国只有一个私营的自动清算所和电汇运营商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所, 由25家大银行组成啊, 但截至去年年底, 美联储公布的拥有3亿美元或以上的综合资产的银行, 有2124家啊, 他说斯坦福大学啊, 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达菲, 最近在谈到美国应如何改善支付系统, 是指出啊, 美国银行在支付服务方面没有足够的竞争, 创新速度也不够快, 而且进入了支付服务市场的金融科技公司, 还面临的态度监管不确定性, 例如稳定币支付系统运营啊, 最近放弃这一业务了, 他说目前当用户啊, 刷信用卡或请求银行电汇时, 钱不会马上转账, 有严重的延误啊, 更不用说高额费用了, 就在这一方面, 远远落后了, 而且在美国现在最活跃的不就洗币吗, 就是公共工工工搞的, 结果还抓起来了, 就挺有趣的啊, 我估计搞这个货币的东西啊, 电子货币啊, 你还在政府来搞, 政府绝对不能允许个人, 你要个人搞大, 他就整理, 你看他照张房, 现在所有的这个币, 那个币, 因为我没买过, 我不懂啊, 全都抓起来, 那公共工工工也是一样,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事, 而不是因为别的, 是吧, 我搞这个政府搞笔, 你搞个笔, 他奶奶, 那我能让你, 我能做事, 我他自策, 其中他人还谁, 说是, 政府手里有的是国家机器, 把你修理修理就完了, 对不对, 这是我猜测, 不一定对啊, 可是最近, 为什么没有公共工工工工工工工拿去了, 正在反国和捧国低公共工工工都不太活跌了, 怎么回事啊, 谁有这样的消息发给我 这篇文章讲 目前当用户刷信用卡或请求银行电汇时 钱不会马上转账 这不麻烦 是数字人民币和数字美元 如果这有了挺方便的 他说监狱TCH系统并不包括众多的地区银行 以及价格将过高缺乏竞争 说美联储计划今年夏天推出一个 这个名为FedNow的快速支付系统 这个一较低的成本实现 这个即时转移现金 就美联储今天认为推出一个 推出这个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他说不过大费奖不幸的是 该系统将各家银行最赚钱的业务直接竞争 因此他们并没有动力来部署这个事 美国没有这方面的动力 到底什么事不太清楚 那这篇文章他就讲 无意为人民币国际化而放弃管制 他说尽管人民币国际化 是中国的一项既定的政策 但大量的迹象显示 中国重复意识到了随时而来的负担和义务 以及这些负担和义务 可能给中国经济带着巨大的潜在风险 这其中包括什么币值潜在的大气大落 因为你有了数字人民币交易就更方便了 做空人民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攻击 而银行和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你说工党要是垮台的话会怎么样 这个人民币怎么样就很难讲了 你看国民党临跑台湾之前禁援卷不是吧 我听老年龄大的人讲 人家说钱也不值钱 一大麻袋就买几个煤球 中共国要垮台之前 真正战争开打了 习近平跑了 这共产党垮掉了 估计这个人民币可能就是废纸一样 一大筐一麻袋 去买个烧饼还买不着 这一天或许就会到来 我们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美国军事上发展很快 说美国有一种武器很厉害 这篇文章介绍这个情况了 他这样讲的 他说呢 歼20危险了 中国国现在不牛吗 说自己现在是有一款武器 就是飞机歼20 说现在美国告诉他 你威胁了 为什么 美最新超四具导弹 威力惊人 就美国现在发明处 超四具导弹 怎么回事 他说 美国正在加强 加速生产下一代的 AIM-260联合先进的战术导弹 用以作为先进五代 甚至六代战机的主要配备 说他具有更长的射程 以及无人机 以及无人辽机搭配能力 将使得美军五代战机 大幅提升制空能力和扩增作战半径 就一个打仗的半径增加了 大陆军事分析认为 这一款新一代的导弹将使得配备 PL-15空对空导弹 歼20失去公正优势 如果这个发明出来 你的歼20就没用了 在对美国空军的超四巨作战中 明显的落入下方 这个消息随发布 美国有一个动力杂志 战区转单 美军正在生产 AIM-260联合先进战术导弹 它除了是现有的 120D中程对空导弹的升级板之外 还有两个重要角色 就是作为高度自主的无人忠诚辽机 主要配件 报道指出 今年少早美国空军部长 叫肯塔尔宣布了 至少将获得1000架无人辽机 以及200架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 其第六代战机 你看比拼军事有什么用 你这个钱干的什么不好 今天就搞这东西名堂 这是匪夷所思 他说这1000架无人辽机 将分别于200架第六代战机 以及300架F-35战机搭配 招手进行新的空中战术演习 其中AIM-260导弹 将在这种新的协同作战中 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篇文章可以这样讲 中共卡里头头大了 中共认为自己搞尖 但是还已经领先了这个 在这个战机这个领域 为什么现在动不动 就要和美国正老大 就因为设备厉害了 但是现在看来 冷革战胜美国难 目前有 有关这方面的性能 260还有服役的过程 美军透露的消息有限 去年内华大舟 叫内利斯空军基地的F-22战机和422测试 与评估中队负责人指出 准备在23年夏天 就进行这个AIM-260实弹的测试 那说不定夏天之前就打起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不及了 对不对 报道指出 AIM-120D射程大约在120到190公里之间 而中共歼20所配备的PL-15空对空导弹射程更远一点 大约在200 这也就是促成了美军开发团的原因 目前专家评估 AIM-260的射程将在260到300公里之间 是这样一种一款武器 他说目前AIM-260的推进装置还没对待公开 可能是冲亚式或者算卖冲式火箭发动机 同时将具有多种的探索模式 可能包括主动式相控阵雷达与红外成像设备 后者可以在面对第一雷达可思讯号的隐形战机时 发生导引作用 此外由于将配备无人辽战机作战 无人辽机作战 AIM-260和AIM-120D一样 配备双向数据链 你看多么繁琐 现在难怪现在中共开始招大学生 本科生 硕士生进入部队 但是你光掌握技术 这个东西虽然是一次特长 但他们也会翻墙 翻墙一看西域这些不好的消息 对他们有影响 这种武器能在发射后重新设定目标和导引方向方式 AIM-260的体积和120D相同 以便能适用于F-22和F-35的内置弹舱 而且相同的弹道有更远的射程 导弹的设计和发动机势必要有更先进的技术支撑才能做到 这篇文章讲的说陆媒分析 说过去歼20战机以射程高达200里的PL-15导弹 与主动式的相控阵雷达 面对美军五代战机的120D 在空战导弹射程上显得在明显优势 一旦美军换上了射程更远的260 原来的优势就荡然无存 一旦等到美国这个武器出来以后 中共我就完蛋了 什么打台湾就彻底完了 加上它使用多模式的导弹 在抗电子干扰与命中率上会有更好的表现 这篇文章介绍说此外呢 AM260超远的射程应该必定会使用双向数据链 以便飞行途中调整目标数据 它发射出去有调整 这确实难以应对 加上F22和F35将实战演练 搭配无人了解 战术上可以现已了解 先行开火引诱敌方回击 后暴露的行踪 再由宅人战机进行第二阶段 攻击获得优势 这是我看哪个网站报道 这自由威章电台是吧 在宗世新闻网报道 宗世新闻网报道这个新的消息 非常紧迫 他说呢 但目前没有任何可知的消息 就外船共军正在开发一块射程更远的PL 尸起空对空导弹 但没有详细的消息 他说现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双方竞争激烈 顶尖武器进展 不只需要应对可能的突发事件 对整体的士气也有影响 这对共军的研发部门压力就大了 所以他们一旦研制的话 肯定密而不宣 只有美国每天都在乱讲 都讲出去了 本人认为啊 他这个这种消息你要发以后 习近平可能原本想再等两年打 可能看这个消息 说不定夏令现在就开干了 所以这个军事上还是应该保密啊 不过看这消息正是使人感到担忧啊 就下一步可能战争年代真的要来了啊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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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